大家好,我叫欣欣 在浙梅大学读中医生日二 今天我想介绍两个人 一个是过去的我,一个是现在的我 那我先说一下过去的我 过去的我是一个胆小的人 胆小迷宫,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 而是我胆小是不敢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所以令到我很多时候向父母发脾气 我都不敢去认错 但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向父母认错是一件很羞恥的事,很没面子 但是我上了住之后 有一次照着我又跟我妈妈发脾气 但是发了脾气之后 我也知道自己错,也有后悔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跟我妈妈道歉 但我心里面要面子 就出去了,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去亲近住 但是亲近住过城中 我都为了刚刚和妈妈发脾气 也有了少许戒怀 但是自己也没有勇气 但是住在我心中 祂主也知道我心中的苦劳 祂在心中鼓励我可以跟我妈妈道歉 但我心里面要面子的心里 有其他太平常 但是主受到我 祂受到我道歉是对的 没有什么是觉得羞恥的 所以主是在我心中的鼓励 求我真的去跟我妈妈道歉 这个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跟我妈妈道歉 道歉之后我都不觉得 之前覺得很無面子、很羞恥 反而是鬆了一口氣 失去心中的累疚 另一方面 我過去也是一個沒有平安的人 經常會為學業煩惱 每當買上去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為自己學業前路煩惱 我就會想功課 哪裏不懂做 很多功課 好像做不完那樣 就想一晚就這樣睡不著 但順著住之後 我是一次次經歷到 最後我可以順便的幫助 譬如說 我原本是讀中醫的負荷士 但在香港的中醫學士河外很少 競爭很大 我都打算自己會回廣州升學 但是 希望我能夠繼續在香港讀中醫 能夠留在香港 和大英姊妹一起 去為她的心意去奮鬥 一起去帶人順住 使我能夠有回去完成她的心意 比如說 有一次 就是面對我 不是很擅長的表演 我向她討告 她都使我能夠順利完成 並且比我預期的結果更好 這些經歷都使我 就是更加堅固我對主的信心 就是使我能夠依靠她 雖然現在我仍然有很多 學業方面的 煩惱 就是課業很繁重 就是每個星期要上很多課 要完成很多功課 但是 我仍然可以笑著面對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著 而是有主 有神家的大英姊妹一起 我們會一起哀嚴 一起玩 一起為每次需要的祈禱 就是使我 就是不再 困在這個難處當中 覺得一切都不是問題 所以 我都希望大家都能夠 找到屬於你們的勇氣和平安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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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